护证单位搞乌龙 法院竟然是贴错了封条 来看到的是南投有一名83岁的老先生 指控法院要查封邻居 没有想到却封到了他的房子 原来老先生的住址一开始 是有141跟143这两个门号 那么护证新编之后 却因为属于相同地号 被系统整合为141号 那么143号就变成了隔壁 但是新门牌仍然是按照旧址发放 导致法院人员 按照门牌执行公务 结果却找出了地方 他的房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查封 那么让老先生真的是吃不好 也睡不好 只希望说护证人员赶快地更新门牌 让这个乌龙事件尽快落幕 是什么原因让法院人员有点心虚 把查封的公文贴在阅历后面 屋主亲自出马说给你听 老伯伯频频频喊冤 他说四号有群法院人员拿着公文上门 要查封房屋 反复确认后发现对方找的 其实是隔壁根本大搞乌龙 这里是南投水里乡的水信路二段 护证新编后电脑系统自动按照地号区分 把许家从双门牌变成单一门牌 一百四十一号隔壁的陈姓邻居则是一百四十三号 但护证人员不知情仍然照旧发给许家一百四十一号 这下公文依照护证系统抓取 陈姓的地址要查封 结果法院人员任门牌案图索计 找错了房子 实际门牌跟护证系统都不拢 老伯伯解释到嘴巴都干了 法院却不肯承认行政疏失 只说到时执行假扣押 不会封错房屋 可这问题没解决 八十三岁的老人家一星起来 吃不好睡不好心也好累 只希望护证人员加快脚步 现场查验跟着门牌 别让自己无辜受牵连 记者曾路成南投报导